把这个价值两毛多一只的硫酸清大酶素倒进这个汤里面,你能吃出来这个发酵鸡里面还有止血药的成分吗? 建议特别无良商家的无耻做法 首先锅里自来水烧开,这是来点这个香农鸡汤干往里面一倒 嘿,你猜怎么着?自来水嘎了一下就变成了一锅鸡汤 接着把蒸熟的鸡块搞里头,冰冻的袋装发酵也抓一些搞里头 现在这个汤彩颜色还不行,这是再来上一些浓缩鸡汤干倒在里面搅动搅动 这颜色嘎了一下就变成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鸡汤了 接着盐鸡精味精胡椒粉搞里调好味道 再把改好刀的冰冻鲍鱼搞里头,红枣枸杞搞里头 这不是捞着一下一份科技鸡汤发酵鸡就做好了吗? 然后有个别无良商家做酒席的时候 非使用一些食材质量不怎么样的冰冻食材和玉制材用以来提高利润 但是又害怕酒席上的顾客发生群体腹血拉肚子事件 那样不仅巨额的酒席前受不到 自己的酒店还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和麻烦 于是有无良商家为了保险起见 就会往大菜投菜里面加入这个价值两毛多一只的清大霉素止血药 这样就基本每个人都能吃到这个菜 这就是为什么某些商家要铁而走险往菜药里面下药 说白了就是利益熏心 今天来请教一下鲁货里面到底有哪些秘密 现在先拿那些冰冻的鸭头鸭膊冲水解冻 我大姨说等一下亲自演示一遍 鸭头鸭尖冷水下锅 大姨说鸭头鸭尖冷水下锅 烧开打掉血水浮沫然后捞出备用 然后制作卤汤起锅烧油下入生姜片和一些卤料在锅里炒香 接着往里面上水 加盐 盐要多放一点 然后卤出来的味儿更腥一些 还有鸡精味精浮椒粉都搞里头调好味道 他说有些同行特喜欢用这个乙鸭麦芽分 这玩还真是鸭臭屈芯增香的神器啊 再放一点那个麻辣鸭香膏 增麻增辣增香 肤色剂 肤色剂这玩主要的成分就是保水剂和一些色素 这玩而已仿正卤汤的颜色 嘎它一下就变漂亮了 再放一点这个兔骨增香膏 这个我知道卤出来卤货 连骨头吃起来都是香的 卤菜很货之一 有的商家怕鸭脖鸭头 卤出来坏了 放一点这个防腐剂 保鲜的 这样放几天都不坏是吧 这样放几天都不坏 放一个星期都不坏 现在卤汤调好了 把它倒盖鸭锅里面 把刚刚出汪水的鸭头鸭脖鸭里面 搂半个小时 泡半个小时咱们看效果 时间到 现在把它们捞出来 看看橙色 好 现在都捞出来了 搂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品相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这是大姨 瓦了点这个搂水在码头里面 然后拿出了一瓶 叫做鸭脖拌油的一个玩意儿 倒在这个搂汤里面 然后筷子搅一下 刷在这个鸭头上面 保鲜 然后它又不干 放几天它都不干 品相好看 品相好看 它就孕孕的 跟它刚搂的是一样的 放几天它都不干 跟它新鲜是一样的 压锅上面也刷一点 可惜了 这锅牛大宝 你说你放什么科技啊 老板 老板 这个宝能不能放一个 我闻着有那个香精的味道 香精 蒸香膏之类的那种 没有那种 闻着好大一股那个香精味 是用那个我自己炒的 你吃一看吃吃它 如果你就吃 闻着味道它就 你煮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这个卖的最好了 不会用那些 我那是 我们是干餐饮的 我们搞厨师的 可以 对对对 像那些香精 蒸香膏之类的 我们都不吃 对 它那个香精味 我们蛮反味 你知道吧 猪肚鸡里面 最好不要有那些东西 鸡精可以换吗 鸡精可以 鸡精可以 对 对对对 反正你猪肚鸡里 就是简单的 猪肚鸡的味道就可以了 香精味 因为我们做厨师的 接触过那个东西 明白了 对 然后我们另外点了一些烤串 看看烤串的质量 咋样 这个是6块钱一串的 红柳木羊肉串 羊肉是真的羊肉 但是用的是那种 玉制半成品 成本加是2块5一串 味道长了 没啥问题 这个鸡脆骨也是半成品 成本加是1块钱左右一串 这个鸡尾虾是1块1一串 也是冰冻半成品 它就是腌制调理过的 直接烤熟 里面都是有味道的 这个小房鱼就不用说了 大家都不陌生 都是别人腌制好的 冰冻半成品 成本加一般是1块5一条 这个烤竿子不错 是老板自己弄的 里面包的有蒜蓉和葱花 这个味道可以 然后老板给我放的 这个猪豆鸡也没问题 是食材本来的味道 这就对了嘛 用好的食材 和最简单的做法 吃食材本身的味道 反普规真才是王道 千万不要用插进的食材 妄想通过科技的手段 来以自中好 那样会得不偿失的 最后大家在外面吃饭 如果不想吃科技味道的菜品 要勇敢的说出来 老板不承认的话 来一句我也是同行 相信都会得到满意的处理 谢谢大家